姓徐醫學結合與人體最佳療癒的資深博士 來自美國醫學醫師 馬芳傑醫師博士 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他 好嗎 長輩各位來賓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跟大家分享近40年的醫學經驗 希望在這短短30分鐘可以給大家擺來實質上的利益 人十五穀雜糧總是會生病 生病總是會找醫生 但是我們用的方法能量訊息醫學 是不是真的對我們有了最佳療癒 下面一回 我們現在藉由最新的科學研究 來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2030年前 也就是諾貝爾物理獎發現 頒給 就是 希格斯粒子 發現的模式 他的理論就是說 物質是由分子 是由原子 原子再分下是子子中子 變成合成 讓真的的重量 是由子子跟中子來決定 讓子子跟中子再分下去 最基本的例子叫 是廓克 讓經歷的發現到說 我們子子中子 他的質量的百分之一 是廓克構成 百分之九十九 反而是媒介的膠子 所媒介的能量組成 也就是說 其實任何物質 它是一個大的能量包 下面一個 2015年 有日本人跟加拿大的博士 發現就是說 我們最小的基本例子 叫微中子 它可以隨著時間距離 也就是空間 可以改變它的種類 自由變換 也就是表示說 我們人是由基本例子 微中子形成 如果我們適當的掌控了 時間跟空間 也就是 對我們的疾病的恢復 會有最佳療癒的可能性 下一個 那至於宏寬宇宙 我們仰望星空 看到維爾金斯微波 像各項異類探射器 發現的宇宙背景輻射 從宇宙大爆炸 一百四十年 一百四十億年以來的 時空的結構 發現就是說 原來有很多的物質跟能量 我們看不見 摸不著也連不到 可是的確存在 它叫做暗能量 暗能量跟暗物質 佔百分之九十五 其中只有百分之五的一些物質 是我們所瞭解的 是看得到摸得到的物質 下面一個 那另外 NASA 他們研究說 喔 它在宇宙星空 看到的點點的 這些閃耀的 它就是可能是暗物質 也就是一般 看不到 摸不見 的一些東西 那也發現到就是說 因為大爆炸的理論 宇宙在不停的加速擴散 所以有可能 若干日 若干十年之後 我們的銀河星系 將與其他的星球分離 也就是我們也看不到 周有任何的星系 那另外就發現就是說 星系的演化 跟我們地球 城市 人口發展有相同的機制 也就是人跟天 是相互回無影的 也有發現到就是說 人大腦的組織結構 看起來就像是宇宙星系 下一個 那2016年2月12號 發表了一個新聞就是說 愛因斯坦的 管理相對論的 最後一塊拼圖 找到了 那叫做時空漣漪 愛因斯坦 一盡一時間 是時間跟空間 是不能分離的 時間跟空間 它是在一個座標上 那是美國 他MIT 跟了加州理工學院 一用一個LEGAL的探測器 發現在2015年9月14日 測量一個訊息的時候 原來13億年前 黑洞碰撞的訊號 的確存在 也就是愛因斯坦 認為的 我們的時間空間 可以做一個座標 然後可以追蹤 若干年前 若干年後 發生的一些事情 像一個 所以台大前校長 李四成 他就很感慨的 在一篇論文講說 生命及學問知識思考中 他說 我們從小 所教的 物理 數學 化學 生物 科學所了解的事情 只是佔百分之四 百分之九十六的 我們都不了解 也就表示說 我們缺乏了真正正確的時空架構 然後他也認為就是說 我們的心靈 我們的意識 實在是物理學上失落的一塊 讓他在研究 廣義相對論 以及量子力學 做出來的一些推論 意識是量子波 心靈是量子狀態 下一個 也就是說 平常我們的思想 是以光的形態 在中蘇神經系統傳遞 他傳遞的訊息 向外面的訊息場傳遞 也向外面的訊息場 向裡頭接收 讓我們的感色體 我們的DNA 它本身會互動 互動會放出光 光能量所攜帶的訊息 是可以知道的 因為我們本身思想也會放光 所以我們的思想意念也會影響到感色體的作用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內在的一些光 一些聚焦之後 用這些來幫助我們身體自己的療癒 下面一個 總結上來就是說 我們人其實是不只是血肉之氣 我們有身 我們有心 我們還有靈 也就是說我們有物質 有肉體 也就是車子的車身 我們有能量 我們有神機系統 我們有經絡 我們有脈絡 是能量系場 我們更有我們的感色體 DNA 我們有我們的念頭 也就構成訊息場 像這個女孩子芭蕾舞在轉 大家有的時候看到她往右轉 有時候突然又往左轉 為什麼呢 當我們人是用右腦在看的時候 外界的世界 它是往右轉 如果用左腦去看的話 向左旋轉 所以就表示說 其實我們人的腦 並不是左右同時在觀察 而是在交替在互換 至於我們的能量系統 並不是封閉在內 我們能量系統 是跟外面的宇宙是相通的 而且我們的能量系統 它有經絡 有脈絡 有生物電 它可以我們肉體的中蘇系統交流 也可以通過我們的能量層跟宇宙交流 而且我們身體裡頭的熱能 光能 電能 化學能 動力能 重力能其實是互相可以交換的 也就是說 我們把一個電的插頭 插在插座裡頭 它可以放光 它可以放熱 它可以按摩 它可以唱歌 還有一個 那就是說 我們的念頭 我們的感色體 是有關於我們的訊息場的運作 可是根據科學研究 95%的念頭 其實它是由潛意識來控制 也就是潛意識是非常重要的 潛意識是一個隱形的訊息場 潛意識如果它有挫折跟創傷 它會影響到心理情緒 會基於大腦意識控制之後 讓身體的氣脈 產生一個阻塞的能量感 而且甚至會化成異常的組織病變 而潛意識它是屬於心靈的一塊 李世成教授他在2015年央講動當中 他說 其實心靈的內容是我們的意識掃描物體 或者自選所主持的時空結構 所以真正影響我們的是時空結構 也是我們生病是因為我們生物分子 時空啟合結構 它的失去是造成我們治病的原因 下面一個 那因為在國外 對不起我都沒有翻成中文 在國外一直在研究我們的心理 我們的神經 我們的內分泌 跟我們的免疫系統之間的關係 發覺的確有相當大的聯繫 也就是說他們發覺在觀察之中 有上偶的有感染的有受傷 之後他們對免疫系統的確造成了不可謀滅的一些傷害 那可是可以高興的是因為最近發表的神經的可塑性 也就是說我們並不是老頑固 神經細胞是一層不變 而是我們可以經由我們非常有意願的一些很辛苦很努力的去不斷的重複演練 訓練我們的神經細胞 我們神經細胞之間的連結會越來越增強 我們細胞跟細胞之間的合作 我們細胞成為團隊 它一起共同運作的會越來越強 而且就是說我們如果不是經由外界 而是我們經由觀想或者冥想 重複在內心的世界或在腦海之中演練 不重複的同樣的動作或者意念 它發生的狀態跟實際在外表發生是一樣的 比方我們鼓勵我們說努力好好做就會成功 的確真正我們積蓄到一段時間我們真正去做會比較容易成功 這樣就是表示說如果我們持續訓練神經 我們神經會影響我們心理我們的免疫我們的內分泌 無形之中當然我們身體的健康也會慢慢的改善 下面一個 那麼這是真正的這種儀器電出來 我們人真的是會發光 我們生物體真的是有電 連我們的植物我們的米粒它發芽都可以造出來 這個是德國的生物光子中心的 另外就是說我們生物裡頭的細胞跟細胞會打招呼 我們的紅細胞跟白細胞皆面會打招呼 為什麼 紅細胞是營養系統是供給營養 白細胞是營養系統是打仗的 兩個當然要一起工作 對外抗痰 像一個 另外這個是美國教授他研究說 我們經絡並不是空缺來風 的確可以用儀器量出他的電位 因為他的導電度 像一個 然後 不光是人 動物 兔子 西瓜 都有經絡 因為 大家都是生物體 生命體 而且 經絡 他可以用光 光 生電 微波 化學物質 可以在他 可以經過他 得到療效 像一個 讓我們的磁場 也的確存在 這是磁場 它本身的一種 循環的途徑 還有它所分佈的部位 會 像一個 那 2010年 義大利 歐洲 他們的學家 發現說 除了經絡之外 我們其實還有一種 活力流動的循環系統 才發覺男生跟女生 在腦部用的是不一樣 甚至我們喉結 我們的乳房 或者我們的卵巢 我們的攝護腺 它有不同的活力流動的途徑 另外就是說 有些人在做一些 比方說 光的療程的時候 發現其實我們的邁輪 以及邁輪邁輪之間 可以跟我們的宇宙星系的 火星天王星 水星木星等 互相呼應 也可以借助他們的能量 下一個 那我們也可以受到 外面的生物場所影響 就跟實說 這是大陸的科學家 他研究的 如果我們把兔子胚胎 在懷孕的時候 接受山羊的電磁波 讓這個兔子 它本身出生三個月之後 發覺它的唇部 長出來羊的腳 讓雞呢 雞蛋如果我們用鴨的 生物電磁波去造 發覺這雞生出來 有鴨的嘴巴 鴨的眼睛 還鴨的脯 如果我們黃瓜 用香瓜 用菠蘿的生物電磁波去影響 發覺香瓜 它長得刺像菠蘿 黃瓜長得刺像菠蘿 讓黃瓜有香瓜的甜味 香味下一個 所以綜合以上 我們就知道 人它是物質能量訊息 那我們是如何知道說 我們要怎麼樣的療癒自己呢 首先必須要知道說 我們到底是哪個部分出現的問題 根據我們的一些經驗 發覺就是說 雖然會侵入性的檢查 其中高分配生物顯微鏡 以及NLS就剛剛 葉醫師所講的 的確是比較好用的一些檢驗儀器 又快又好 下面一個 左邊這就是我們真正可以說 病人他在生病之前 發病之前 他身體的肝臟的毒素 他的動脈的斑塊 他腦子的缺氧 他的自由形成 或者是癌症 已經形成了 下面一個 至於就是說 我們如果生病 要怎麼療癒自己 如果我們是慢性病 我們當然要物質能量訊息 那如果是合併症 當時物質能量訊息 再加上 臨序療癒 業力 因為業力 也是像 大吉思辰教授講的 他是我們失落的一塊 醫學上失落的一塊 我們有昨天 今天明天 我們有去年 今年 明年 我們也有過去生 今生 跟來生 所以過去生 作用的力 的確存在 只是我們 看不見 也表示 它不存在 所以為什麼 早上 有張教授說 他同樣的實驗室 有人做的儀器 本來不好的便好 有的儀器怎麼摸摸摸 就是不好 就是當這些 做實驗的人 如果他的身上 或者身旁 圍繞到一些 過去所帶來的 負的能量 在作用的話 肯定他本身 就會影響到 他造作的儀器 也就是 我們如果生病 找了醫生 找了各種 了不起的專家 也沒辦法 得到幫助時候 就必須要考慮 業力的這一塊 如果我們是 還沒有發病 可是我們是養健康狀態的話 我們基本上 物質方面 就是健康舒適 新鮮 天然 完整的植物為主 當然要蛋白質 能量 DK B12 Q10等 另外我們要能量 能量當然就是要運動 要照陽光 要呼吸 另外心情 我們絕對對人事物 要學小 看淡 看開 看火 然後要放鬆 放開 放下 如此 身精靈才能真正合一 才能夠有最佳的療癒 當然可以隨自己所需要的 及其所喜好的 去用一些中醫 營養品 或者注入一些的氣功 運動 這些來繼續保健 下面一個 那我現在是分析一下 就是說 我們的病人 是怎麼樣幫他 恢復健康的 那 其中 其實治療病 它是一種藝術 醫學 其實它基本是科學 它參雜了一些人性跟藝術 也就是說 一個病 它每一個病人不見得是一樣 一個病人 它每次來的時間 不見得也是用同樣的 它一定有些變化 可是基本方向 一定要從物質能量訊息找走 另外就是說 我們切入幫助的時間點 要抓好 因為有些時候 有些病是回不去的 如果我們錯失了黃金時期 是回不了的 如果我們輕忽了 我們也是回不去的 來 我們看第一個 第一個患者 他本身就是說 一個是 上司公司的總經理 他非常非常認證 有非常非常重點 在五年前 他發現他得了乳癌二期 當然 他很信任醫生 開刀 化療 然後 然後也是刺疤標靶 大家都很高興 過了五年 安然無事 可是 五年過後 第兩個月的時候 他發覺不對勁 好像骨頭會痛 再去檢查 已經全身散播 他肝有 他腹腔有 他肺部有 到處都有 所以他很納悶 到底是怎麼回事 可是醫生也沒辦法 給他一些準確的答案 至少他來我這裡 我們是幫助他 恢復他的療癒 而不是幫他殺癌菌 所以我們基本上 提供他物質能量訊息的支撐 他來的時候 他的心跳是102 血壓 上下壓他是16 大家知道量血壓血壓 到底血壓代表了什麼 血壓是代表我們身體的能量 也就是心臟打出去 刹那之間 他我們身體所需要的 到底夠不夠 當我們正常的上下壓差 小於30 就表示已經有問題了 他居然是16 然後 正常心跳是60到80 他是102 那果然 他去照超音波 發覺他心包積水中度了 而且心舒張功能也差 另外他的癌指數 CEA CEA13.5 都高 那我們就開始幫他維持生命 生命 生命跡象 那我們經過了八個月 他的心跳 一直維持到69 心壓差42 所以表示說他不錯 另外他經過這些檢查 發覺他的癌指數全部正常外 他的超音波也全部正常心臟 那電腦斷層也好很多 所以就是說 他如果我們抓得住時間 然後他很配合 然後給他物質能量訊息 他就會改善下一個 下一個也是很幸運的 他是第三級的職場來8.5公分 他來找我的時候是已經說他有開刀 可是怕死在手術台上 我只好只給他吃死性的療法 那他的CEA從87.4開刀完 兩個月就到正常2.6 到現在追蹤3年都是正常 另外他本身的心臟 他本身的壓的差 他的本身的氧氣都是正常 那另外他的尿的酸鹼度 66 66是酸嘛 7是中的酸 以後就是鹼性 就表示是什麼 一個癌症 如果他的尿 早上是酸 下午是鹼 或者早上是鹼 下午酸 表示他生物 還是處於一種 一種狀態 平衡狀態 要周百百來百去 如果他永遠是六 或永遠是七 永遠是八 表示他已經 已經失去了那種協調性 所以他縱觀他的尿的筆質 他的氧氣 他的血壓 所以也是顯示他的確是一個很好的恢復者 那我們也是做一滴血發現 果然他的氧氣 這些圈圈都是紅血球 那這些白的背景都是他的毒素 然後這些破洞的都是自由基 然後這個就是纖維蛋白網 的確看到纖維蛋白網有修復 他自由基變少 毒素變少 氧氣變多 另外追蹤到處來看 發覺就是說 他小的時候 他的偏食 他的本身營養不良 他的本身的一些小兒麻痺 跟他子宮肌胎流 的確對他造成傷害 可是現在非常是正常的 像一個 這個鍾先生也是 他是肝硬化中度的 然後他本身的那個 B肝的指數是75萬 那是兩年前 那這次嵌是41萬 大概差不多一半 那GOT GPT GOT 是死亡肝細胞 GPT 是受傷肝細胞 沒有正常 可是又進步 我們然後看另外一個 也是他的糖尿病者 可是他比較好的就是說 他比較年輕 因為他找我的時候 他因為肝有問題 所以醫生給他打胰島素 可是經過我兩個月的治療 他胰島素不必打 血糖 糖化血紅素 GOT GPT 慢慢恢復正常 到現在最終三年 也全部都是正常 從這下來 這都是我們的曲線 另外一個就是 可以 出乎了 輕乎了 他以為沒有關係 這個患者他是兩年半 來給我檢查 那時候我已經跟他講 因為他是做政院的壓力很大經理 我跟他講說你要注意 你的本身血紅和帶氧不夠 有肺物 另外就是說 身體也疲勞 有製有機 免疫力也下降 都跟他講 然後另外他驗傳尿 雖然是一片的 是6也是酸性 正常我們氧氣血氧是98% 他是96就不太正常了 然後另外他的酥漿壓 跟我們肺部的氧氣交換有關係 他也不對 可是他不為所動 兩年後之後找到我們 就說他已經在化療了 已經得兩二氧 乳癌二氧氣 下面一個 那另外一個 就是比較可惜的 就是說他來找我的時候 已經是末期了 而且他是胃癌瘦到39.7公斤 我們雖然是很努力的 將他體重維持到42、43 可是究竟他已經過了黃金期 他的尿蛋白持續存在三加 他的血壓差到最後只有28、27、30 因為他的血氧也只有90 也就是說他已經超過了恢復的那種黃金期 所以可以一路看下來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我剛剛報到的 尿的酸鹼汁如果永遠都是6、5 那就表示說身體已經僵化了 他恢復彈回去的機會很少像一個 另外一個更可惜的 他找到我的時候 他本身心跳也是91、100 他血壓差也是22、26 也覺得是過了黃金期 那他尿也是酸性 所以碰到這種情形的時候 他的癌症指數都是高 碰到這種情形 我們就請他如果說可以 食物、心理慢慢做功課 另外就是說跟他們講 如果可以的話 他可以接受慢慢要交代一些事情 可是他們還是有一些希望 就跑到榮總去 榮總說 你這因為腹水壓迫到 我乾脆還是幫你開刀 把腫瘤割掉 或者乾脆我就幫你打化瘤 讓腫瘦縮小 他想也好 可是在安排確定日期之前 他就過世了 所以就是說有些時候 我們是不是在介入的時候 我們要看看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幫助 因為有些時候 能夠幫助盡量幫 不能幫助就把這一個 最好的時光 留給他去處理 這一生所需要處理的時候 散了 所以如果大家 不管是已經生病 或者收定生病 有病發症 或者只是養鑑胖狀態 如果可以天天的吃 物質上的健康蔬食 心理方面 就是說盡量對人事物 能夠看淡 能夠放下放鬆 那當然就說 靈性提升 譬如打錯啦 冥想啦 打錯啦 冥想啦 冥想啦 或者就是說 念佛 念阿彌陀佛 或者說 念道德經 聖經都可以 這樣子的話 持續以恆 相信大家 會身心會更安康 生活會更幸福快樂 祝福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我們 謝謝博士 馬恩師 非常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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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們世界亞村委員會 好 掌聲鼓勵 謝謝 看這裡 OK 感謝白恩師 帶陸我們進入太空 進入太空 表解 平衡營 平常營養均勻 才有健康的身體 好 來 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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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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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 我們下個階段